《火锅鸡》 我们现在就开始制作火锅鸡 火锅鸡它所用的调料 主料是鸡一只 然后蒜子 胡椒 花椒 豆豉和味精 鸡精 豆瓣酱 香料 盐和圆红豆瓣和皮线豆瓣油油 然后葱 姜 我们现在就开始操作 首先打燃火 好 现在锅已经烧好了 我们就下入调和油 在里面盖一下锅 烧热锅 油烧热以后就把鸡放入 在里面扁炒 使它水分扁干 要用四到五分钟时间 因为只有这个鸡干了的时候呢 它吃起来鸡肉才比较香 不是那么水 它也可能火锅的香味也比较入味一些 好 现在这个鸡已经扁炒好了 扁炒好了 我们接着就加入油油 可能有五十克 但是这是火锅油 有一百克 加入剥好的蒜子 然后就是拍好的姜片 四五件 那就是花椒令 可能有三十克 那就是香料 再加入西线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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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开始扁炒 这个要炒至它香味出来上色 看这个煸炒要用 又要用个三四分钟 煸炒三四分钟 在煸炒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火候不要太大 它下面很容易就浮过 如果一浮过了的话 就影响了整体的效果 就不好 那在煸炒的差不多的时候 就要放入干辣椒 然后继续煸炒 煸炒个两分钟 使些干辣椒的辣味和香味 涂出色肉来由红面变成中火色 现在已经煸炒的差不多了 放一点葱 然后就加入煸好的高汤 用大火熬炒至五分钟 在熬炒的同时呢 调味 从味精 20克 鸡精 25克 因为你这个已经加了豆瓣酱 可能它的味道已经 盐味已经够了 那就熬制几多分钟 使它的鸡的香味 和辣椒和酱的麻辣味 这些突出 就可以吃了 好 现在已经基本上熬好了 我们就把它换入火锅当中 这道火锅就算已经做好了 如果大家吃的时候呢 感觉到味啊 或者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可以根据个人口味 再适当地进行调整 感谢观看